世界欧巴马的全民健保 从即日起到2017年的1月31号 为止这健保开放投保期 民众要如何避免保费上涨 医生转换医疗网 还有补助药品变更等等的困扰 东森新闻和华兴保险 特别联手推出了 我该怎么办系列报道 请来华兴保险的个人健保规划师 来向观众详细解说 针对于如果是off exchange 如果您没有拿任何政府补助 的确您不需要做任何的动作 一直在交明天的保费 当然保险就会续保 但是如果您有在拿政府补助 用的是on exchange的计划 其实我建议客人们 还是要建议咨询一下保险经济 看一下在2017年 到底有没有什么改变 另外像我们最近 在帮客人做续保的时候 却发现其实有些客人的资料 被加州全保account有一些更改 比如说就是把绿卡资料拿掉了 或者是说把您报税的资料 有一些更改 这些情况如果发生 都会造成您在2017年 收到的保费上面 没有任何的政府补助 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 现在已经是开放投保期了 11月1号开始到1月31号结束 其实建议您抓紧这一段时间 去联系一下您的保险经济 看一下我的保险 在加州全保的系统里面 有没有问题 续保后到底明年保费是多少 这样子在1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会收到正确的账单 看问题找答案 华星保险 我该怎么办系列报道 礼拜二将会深入来探讨 新镜投保人需要准备哪一些文件 礼拜六晚间还会深入来介绍 选择保险公司 还有福利计划 有哪一些要注意的事项 也请观众持续锁定 这一段时间 看来要证明 看来要证明